到2015年的第25題 他就這樣說 現在L1 L1是Ax等於1 又來了L1是一條直線 直線就是在這條線上 X左標是不變 所以答案應該是x等於1 over a 就是他的方程 L2就是Bx加Cy等於1 Bx加Cy等於1 Cy 那時候還要做特首 他問A 我們先看邪律 但這條直線是不定的 也沒什麼特別 我們會看到X左標 就是Y軸的左邊 1 over a 小於0 所以我們會有A小於0 所以1就很自然圈 再來 A是否小於B 我們繼續考慮邪律 不如先整理L2 L2實際上是Cy等於-bx加1 Y等於-b over c x再加1 over c 又是剛剛提到的做法 如果你有做CastFavor 你應該會處理 如果兩個銀行的時候 我們會先看旁邊 你會看到L2的關節就是這裡 1 over c 你看到是大於0 所以1 over c大於0 C大於0 我們-b over x 是斜率 但它斜向上 所以斜率是大於0 先把複數除過去 b over x是小於0 對不起 c 然後c就乘上去 但是C大於0 整個正數就不影響 所以b小於0 b小於0 a小於0 你會發現是做不到的 不要緊 我們都會知道C大於0 是對的 C大於0就是這裡 好 我們既知道了斜率 就是既用了斜率 又用了y折距 接著就要考慮x折距 我們對於L2的x折距 我們會把y等於0 所以b x等於1 x原來就是1 over b 其實這一點 實際上就是1 over b 我看著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是比較a和b 比較a和b 我以前就想了 比較a和b的話 其實大家都是x座標 但是我們看到 越右就越大 因為x就是左右 所以就好像會得出 1 over b 是大於1 over a 好 然後a和b都是負數 所以交叉相成的時候 各自轉一次 不懂得負數 就是沒有轉 所以就是a大於b 對不起 這樣承認 b大於a 對不起 a大於b 對 對 2 over b 對 就是這樣 如果 代數的時候 代數怎麼代 我們又是畫一幅圖 先 記得我也是會展示兩個 雖然大家都想MC 如果大家覺得悶就飛去 傳統方法 有時候就是用來救你一命 我都不厭其他 做多幾個 那有沒有畫樓 沒有畫樓 沒有畫樓 我們如果L1的話 其實沒什麼所謂 總之你就是在左邊 在左邊 所以就例如x等於-5 -10 其實雙數很厲害 我覺得-10 那這裡是否中間 當成中間 -5 沒什麼所謂 -5 0 然後這一點 沒什麼所謂 那叫做0 7 所以第一件事 我們會有 這個 它是-10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 會知道的 就是 你把-10 丟回L1的方程度 這樣你就會有-10 A等於1 就是A等於-1 over10 A是不是負數 A是負數的 所以1就對了 那接著到2 2和3就開始跟L2試了 所以就去Program D等於2 接著就inputL2的兩個點座標 例如-50 0 7 你會計到L2 實際上 y等於7 over5 x 再加7 OK 但我們要先整理 這個樣子 所以就會變成 5y等於7x 加35 然後 就會變成 x和y要一邊 所以就會有-7x加5y 等於35 那這一題 就記住一定要整理 右邊這裡等於1 為什麼呢? 因為你今天就涉及到 跨環境的比較 即是今天我不是只要喜歡正負 我連數值 兩條不同的環境的數值 我都要知道 即是我全部要了 是偷偷說的 那所以我就要 你只要整理整理 全部的數值 所以左右全部除35 那就會有-5分之1 x 再加7分之1 y等於1 那你記住 那你記住 這邊等於1 因為我們原本的equation 是bx加cy等於1 OK 記住 用意就是這樣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b就是5分1 負5分1 c就是7分1 那所以看看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 猜測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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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就是-5分1 負得越多 就越負 就是越小 那所以這個數字是小一點的 那所以 實際上 a是大過b 那所以答案就是錯了